隊長我們今天怎麼會來這邊啊 慢一點點 好啦開始 利用連假來看看老朋友 隊長你怎麼看昨天齁 那個他們三個這樣子 耳體這樣子 生氣的部分 很好啊 我不覺得說自己好像很孤單的感覺 這樣一個人都沒有去參加任何的活動 我沒有受到邀請 所以我沒有去 是連國民黨這邊都沒有 還是全部都沒有 對都沒有 那我們未來怎麼跟他們 跟宋楚海就是說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見面 一個時間表的部分 這個順著祝團去發展 目前有沒有聯繫呢 還沒有到那個時候 那你覺得宋王沛還是王宋沛覺得比較好 怎麼樣 這個假設性那麼低 我不配回答 那我們未來的話怎麼去做 就是說下一步的部分 所以順著一年走 大家慢慢看 那這個音樂是什麼 情勢怎麼變化 所以一年就是情勢 要去問媽祖嗎 要到天后宮去問媽祖嗎 因為 幾家重要的道場 就是 這裡的天后宮我還沒有去 所以應該去向媽祖請安 可不可以跟媽祖講一下 是不是怎麼樣 到時候才知道要怎麼講 你又不是媽祖 我怎麼可以跟你講什麼 那你覺得這個姻緣是什麼 就是說 這個門票還是 看看情勢怎麼發展 情勢就是英年 英年就是情勢 都在等他們三個人的一些 頭重年人 這個到時候怎麼運作再說嘛 院長現在還是最主要還是要等 市民黨推薦的門票嘛 我們就是 等這個情勢的發展 不是只有說 現在好像是一個 姑娘的感覺 不會啊 回來你看這麼多朋友 老朋友都在這裡 你跟我們說 老縣長 老議長 老立委 什麼老鎮長 老主席 老闆長 不會孤單 你已經一堆 好幾百 好幾百個人在這裡啊 怎麼會孤單呢 所以我們還是堅持選 到底都對了 目前來講 再說 再說 再說嘛 好不好 試著一年走 好 好不好 你長那麼多人支持你 你要不要再更明確表態一下 一年一到就明確 一年未到什麼都不必談 所以何止是我們的起手室 要甚至宣布這樣子 一年到就宣布 哪時候要訂婚啊 一年不到就沒有 所以現在就問媽祖就對了 沒有 不必問媽祖 這個我們像媽祖是請安 那像這個媽祖表達 我們對祂的這個尊敬 還有感謝祂 感恩祂對眾生的庇佑 像國產民的話 是因為媽祖說請他來選吧 那我們會不會在哪裡啊 我就是 這一個我們的選民 大家都樂意 看到我來這個進行 那當然咧 大家就會表達出命意來 民意守取嘛 這個民意守取 要擋也擋不住啊 民意沒有來 你要強求也沒有用